因SKA国际联合协会邀请 我将要出席一场极度考验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的经济运动 多年的苏华经验告诉我 必须在装备上就一招之敌 百分百纯棉婚纱长桶蛙 专门定制的伦敦小羊皮粘穴 轩彩夺目的七色霓虹灯下 一招烟式舞法 全场珠穆虾我华丽经常 无论是纸仙华 丸刀华 还是S型刀华 斗星手拧来 还有我独创的全顿师手动画法 非记忆成熟者不可随意模仿 别看了 你能偷学到我的技术 偷不来我的美丽 从前小心翼翼 害怕自己摔倒 现在即便狠狠摔一脚 也能开怀大笑 原来从前的快乐才是最简单的 啊 我这改死的 无处安放的美丽 2019年 雪佛兰的第一场雪开心 我决定做三道厨学美食来小清一番 经过零下零点九度考验过的雪 翻炒九分钟 直至其成熟半液体状态 再倒入清新准备的餐具 并配以一把零下针中枸杞 第一道美味 雪里红 就此单身 这只是开尾 接下来这一道美味佳肴 必须达到海拔98米的高路 双手浅沉鸡血 只知何时 别看他干巴巴的 一点都不言论 但你只要肯盘他 他便会以最好的方态回赠你 吴亦凡老师 你看这雪多高 第二道美味雪高 就此单身 最后一道美味 也是最考验手法和至上的美味 插上一朵鲜花点 所以再用最真诚的目光 紧定一分钟 直到自己相信 这是一道雪花膏 方可然痴 啊 我这该死 无处安放的美丽 像我这样穿得了军大衣 背得了编织带的 我名美少女 对于朝达 自然与美男孤北 有不同的想法 敢想敢穿的 我玩起了风色 充满中国乡村swag 红蓝碎花棉袄 搭配一条资产 知晓的灰黑 硬死风花棉枯 这种大胆的穿衣方式 我不建议饱瘦的 无奈尝试 搭配一顶薄石 24小时手工编制的 圆领猫 实属点睛之笔 精传达 我给自己打90分 最后10分 得由我的坐骑 无理恐慌来补伤 醒目的鹰眼金砖前大灯 和菱形金砖前五灯 一定让它觉得我品味时 巧妙的内饰奢气 与我精细的内心 如出一辙 仓金有力的车身线条 给一身温柔装扮的 我增添的鞋血刷新 我这该死的 无处暗放的 美丽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 专业美食家 灵敏的休觉 即便是在200公里外的地方 我想吃的 都能找到 就是它 Chinese薯条 为了迎接他们远到 而来的贵宾 老板说了 给我先炸 你炸你的 我吃我的 与某老头家 和某小丑家的薯条不同 这家薯条 使用的是 自家地里种的红薯 一种维生酥含量式土豆 100倍的天然石料产品 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放入滚烫的油锅 等上个三五分钟 便可出锅 最熟悉的食材 最简单的做法 无需各种调料堆砌 也能做出的美味 值得我拿出全部资产 去直吃 羊块餐吃多了 也别忘了支持一下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 也许 就是你身边的五个大姐小巷 三五块钱能买到的小食物 也能尝到熟悉的味道 欢迎你到恒亚再来 啊 我这该死的 不处安放的魅力啊 女人之间的对决 如果无法在5G上拔的头筹 那就在绒猫上下足功夫 为了与我的魅力值相匹配 她特地将精华升级到了71% 有了这款添加了仙人掌皮取物的优质粉底的加持 即便是都上10个小时的味道 也能保持完美的妆容 啊 我就该死的 不处安放的魅力啊 出门在外 讲究的就是一个身份 低调的我 虽然选择了阿本座 但绝对不可能在夹纸上衣的庸残空间里 用泡面来敷衍自己 温馨的推荐式服务 送残商座的体贴 开带及时的快感 这一切都让我悲感尊贵 所以 卖五五十块钱 归吗 为了让我享受极致的庸残体验 厨师最大程度地还原了食材本身的味道 以小节拉脚搭配全绿色小娃 我给她取名 弯女丛中一点红 软糯的胡诺博丁与肉丁 出了油盐 绝对不允许其他东西来破坏她的完美 最建功底的是这九块 精致可爱的酱油肉片 搭配底下绿柔柔的青角 虚实结合的表现方式 可谓大食级别 不殖民的小栽和其他小豌豆的昏炒 两分两素的营养搭配 好吃 真好吃 啊 我就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美